我们就来让各位看一看 位移跟路径场 来 请回答我 这个图示里面 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我再次的提醒你 位移是要有方向的 位移是要有方向的 来 这样子运动 请你告诉我 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请你告诉我 这个图示里面的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来 这位叫做可爱大帅哥 31 31号 位移 向东十公尺很好 路程 你看看什么 十公尺 很好 来 位移 向东十公尺 要注意要注意方向向东 路程不需要 十公尺 这是一个 下一个 我这样动呢 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我如果这样动 我的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OK 来 小女生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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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我需要把你放大吗 对不起 你说什么 向西 15公尺 位移吗 路程 路程15公尺 很好 15公尺 向西移动 所以要注意方向向西 路程不需要 只有大小 下面就进到了 我们要分辨清楚的重点了 请问你 他的位移跟路程多少 看他的运动状况 一位移 二路程 一位移 二路程 请你告诉我 情况多少 帅哥男 33 帅哥男 33号 第一个位移 位移 对不起 位移25 路程 路程多少 5 25 不知道 坐下 你刚才回答我的话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 你回答我位移的时候 有讲方向吗 没有 是错的 第二个位移是 开始在那里 结束在这里 位置的移动 所以只要管开始跟结束 开始在大佛 结束在大楼 所以移动多少 向东移动了 5公尺 所以位移是向东 5公尺 路程是要把所有走过都算进去 他先往东边跑到太空梭走了15公尺 又回头回到大楼走了10公尺 所以总共走何几公尺 所以我的路程路径长是25公尺 这个是不需要方向的 这个是不需要方向的 所以这个答案叫做位移向东5公尺路程25公尺 这就是这里要请你分辨清楚 到底谁叫做位移 谁叫做路程 这是个keyword 重点 OK吗 了解吗 很好